如果韓國瑜真的出來選總統 你這一票投他嗎 我一定是投我們民進黨提名的 民進黨不爛 爛的是什麼黨 我舉例 朱立倫的愛將 新北副市長 許志堅 判刑10年半 這才叫爛吧 朱立倫 這不是韓國瑜的愛將 朱立倫的愛將 朱立倫的愛將 前桃源氏金發局長朱松偉 向建商所惠 安插兄弟 領甘心 這誰 朱立倫的愛將 許志堅 判10年 確定 對不對 這才是爛人 爛政 爛黨 民進黨不爛 民進黨確實現在遇到 被社會很多誤解 賴清德也好 卓翁太也罷 他們講的其實 我們不希望像國民黨這樣 我們認為交兵必敗 他們這個講法我們哀兵必勝 我們這是講出民進黨 幾十年來為社會 我們所做過的奉獻 我們一個最卑微的懇求 那當然大家把他前面 前後面他的文 其實他講的是在激勵的話 那左翁太也是被問到很多 他前面都講正面的 他最後難道有一句講到他個人 說你是不是要下台 選書要下台負責 他才會講這樣的話 如果台南跟新北都輸了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 韓粉們要更積極 我還一樣七個字 就是要歌頌 更要行動 因為立文剛講的 現在要拱韓國瑜的 就是只聽到歌頌聲 沒有行動 沒有人有具體的行動 所以這個行動 我簡單具體建議 就是每天抬個轎子 到高雄市政府前面 不是 王爺 不要這樣靠小 觀眾朋友 我講一句比較不負責的 2020立委選完之後 我們的國會第二大黨 一定是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不會什麼 剩一口氣那個太誇張了 還有兩大諸侯 有鄭文燦跟黃偉哲 兩大直轄市長在 因為我們需要黑白臉 賴教授是專家 我們跟國際 要人唱黑白臉 所以民進黨不會趴下去 民進黨真的不要緊張 主持人 我回到你的第一段講 其實你看韓國瑜他是 他有談到民進黨 也有談到國民黨 這兩個黨他都有批評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這樣非常好 這是他前一天 他在工商協進會的演講裡面 他提到自由貿易區 他需要立委 哪個立委贊成 哪個立委的反對 所以我是希望韓國瑜選中 就是說因為這個完全執政 完全執政的下一句就是 完全負責 你讓韓國瑜 你現在讓他當高雄市長 他可以有很多藉口 賽馬 中央不同意 這沒辦法開放 F1也是 迪士尼也是 剛剛講那個什麼自由貿易區 通通一樣 高雄市長連高雄港都管不到 你不要以為高雄市長很大 我講的是高雄市議員 也管不到高雄港 那是交通部的 根本管不到 所以你去處理 我的意思是說 2020政黨輪替已經成定局了 關鍵在於誰當總統 我用這張表格來回應立文 因為主持人你知道我性情大變 我就不要批評 我不要批評誰不好 我不要去講別的不好 我認為 可能我講的你也不一定同意 我認為這個最好 我不要講他們幾個不好 你裡面連菜都沒有放進去 講國民黨 沒有 這個 你剛剛沒有講2020誰當總統 沒有說2020國民黨的誰 因為這個太小了 我真的沒有放菜嗎 也沒放賴 你跳不到20%的最後先 主持人不要那麼挑剔 我的這個是最好 因為他好像很討厭朱立倫 很喜歡韓國瑜 難道你很喜歡朱立倫 很討厭韓國瑜嗎 也沒有 我是說王世堅 其實你都忘記了 陳菊也有一個愛將 叫趙家寶 他刑大運弊案 2014年被判刑 到現在趴趴還沒有去被關 這個不只是朱立倫愛將 這個文章也有一個愛將 潮原市津發局長朱雙偉 也是談吾 蘇貞昌在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他的涉案的官員有299人 是朱立倫108人的三倍 朱立倫在當市長的時候 涉案108人 一直被民進黨攻擊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108人大概一半是因為 校長涉入營養午餐弊案 而他們涉案的時間 就是蘇貞昌的任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民進黨老是要攻擊朱立倫 或國民黨很會貪污 你們的陳水扁 就是因為貪污被關 現在保外就義 然後一直直播在發表政局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所以一直講別人 一直講別人 就會讓人家注意到 其實真正會貪污的就是 民進黨 而且您這個一直在 不知道您有投資這個報紙 還是怎樣 就是一直這樣子 秀車他銷投 他要報今天投板投 先回答的這個 我再來回答陳水扁 我跟市民議員報告一下 我覺得朱立倫 朱市長 就跟剛剛惠文哥 有拿的一個報紙 也是自由時報 報了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案件 高雄市 高雄市的那種 目的是幹嘛 打韓國瑜 韓國瑜不會跟朱立倫一樣嗎 這是打朱立倫 而且我跟大家講 更扯的是什麼 更扯的是 民進黨有一個前發言人 叫黃帝穎 黃帝穎昨天在臉書上面 發了一篇文章 就這篇 就這篇 他說朱立倫副手 許智堅收會判刑十年定業 同步偵破的 還有前桃源縣副院長 葉士文涉入弊案 朱立倫當市長副手太很大 給他當總統還得了 自由時報出一個即時新聞 朱兩個副手涉攤 律師砲轟給他當總統還得了 請問一下 葉士文是朱立倫副手嗎 葉士文跟朱立倫 根本沒有共識過 葉士文被抓的時候 是桃源縣的副縣長 那時候跟朱立倫 一點關係都沒有 民進黨就是一直不斷的操作 那時候是吳次揚 對 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不是朱立倫 問題是 他為什麼這樣一直操作 就故意好像把朱立倫講得 好像他是十二不赦 什麼事情都怪到他頭上 而我剛剛講的 蘇貞昌當縣長的時候 299人涉案 告訴大家 蘇貞昌在當行政院長 第一任的時候 可是重點是 蘇貞昌這一次沒有要選總統 這一次有意思 要選總統的是朱立倫 俊姊 一樣的邏輯 因為譬如說這個黃帝穎 他說副手他很大 給他當總統還得了 我昨天也發個臉書問他 我就說 蘇貞昌在任內 那麼多人貪污 給他當院長還得了 你怎麼沒有告訴小英總統說 給他當院長還得了 如果你的邏輯是這樣的話 所以其實目的是什麼 他會不會回覆你 他當然不可能回覆你 因為我的邏輯非常的正確嚴謹 然後講得他牙口無言 我們人民當自己的主人 不當政黨的奴隸 我們要求我們的首長 自己不應該貪污 那麼你也不應該去選出 會貪污的人